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好的 那我們今天來玩我們的轉校生囉 那上一次介紹到我們床鋪的功能啦 也就是床鋪蓋上去之後呢 我們蓋到二階的話 會讓我們可以再增加一個隊員囉 那這邊的話 其實上一次玩完幾天之後啊 其實就是 玩個幾場比賽之後 就會有人就是想要加入你的隊伍 那你只要按確定之後呢 你的團隊就會變成兩個人囉 那在這之前的話 哲平原本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原本團隊的人 叫做方塊書喔 不過後來 因為哲平忘記就是 就是看他的資訊訊息了 所以就是在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他也一起死掉囉 那這邊的話 兩個人的話呢 如果出去探索的話 只能派出一個人 那派出一個人的話呢 就是另外一個人也是會扣一些 就是我們的寶石度跟我們的濕潤度 還有我們的精神力喔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 才會跟哲平一樣把我們的方塊書處決囉 好 那最近的話呢 我們就是比較少錄我們的轉校生的原因 是因為哲平一直一直在收集我們萬聖節的東西喔 現在看到我整個那個教室啊 我們住所的地方 基本上都已經完整的收集完了我們 基本上我們有的那個萬聖節的獎品 也就是我們萬聖節的裝飾囉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裝飾品啦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畫面的這些裝飾品啊 比如說我們這個原本的空盆栽 可以變成我們的這個南瓜燈 那桌上的電視的話 你也可以放成我們的那個萬聖節的那個 竹台與魔法陣喔 那海報的牆面呢 也可以變成我們萬聖節的 那還有我們的時鐘 還有我們的旁邊的這個櫃子喔 那這邊的話都是需要去收集一些材料的啦 那哲平最近都一直在收集 那這邊的話其實大家也不用緊張喔 因為活動的話還有一段時間喔 這邊的話我們的聖誕歡慶活動是到我們11月的14號喔 所以基本上還有13天 旁邊的話呢在我們走堂裡面啊 還有我們這個 種植物的這個地方的外面 這邊也有一個稻草人 這個也是我們的那個萬聖節的裝飾喔 那基本上它下面的話 只要是萬聖節的裝飾 它下面都會寫說萬聖節的應景裝飾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有哪些東西是我們萬聖節的裝飾喔 因為基本上好像是萬聖節結束 不知道會不會收回去耶 所以就是盡可能的 大家趕快拿一拿這些裝飾品喔 那我們的那個早藏的話這邊也有 就是我們旁邊的鴨鴨啊 這邊會變成我們的那個 在鍋子裡面洗澡的鴨鴨喔 這邊的話就會變成我們的神明的巫婆湯鍋啦 那我們旁邊的話 這個早堂旁邊這個德古拉的石像啊 這個也是我們的萬聖節的景品喔 那這邊的話看來看去 應該只剩下我們最後一個東西要拿 也就是我們早堂的這個大面牆喔 基本上這個大面牆需求的材料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個大面牆的話呢 前面的那個木頭我已經先拿到一點點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 就要來拿一下我們的鹽料啦 你看這邊的話鹽料要708個喔 那加上之前的話 我覺得鹽料大概也要拿到2000多個吧 這麼多喔 好 那在我們開始遊戲之前呢 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個很動要的東西喔 在我們的獎盃這個地方呢 其實有我們的PT數喔 那你只要達成我們的PT數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我們的勳章 那勳章的話呢 每解鎖一個PT就會有一個勳章效果喔 那像這邊的話 你只要解鎖10PT的話 就會有動物陷阱的效果 提高兩個 那到最後的話呢 600PT的時候 可以提高探索移動的速度喔 那這邊的話呢 100PT跟150PT 這邊每回合的話 每七回合也會給你那個 我們的肉串跟我們的開水喔 就是能夠更加自己的活動力啦 那基本上就是努力來達成這些效果 然後讓我們的PT越高越高 就可以拿到一些比較多的一些額外的加成效果囉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來打一下吧 我們來看一下 能不能順利的來去拿我們更多的顏料喔 那 當你有兩隻角色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一點點 因為當我們出門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現在派笑笑出門啊 我們毛毛的那個保持度啊 還有濕潤度啊 跟精神力也是會減少的 所以大家要比較小心一點點 不然有時候你出去玩的時候 玩太起勁了 你就發現回來 啊 怎麼只剩笑笑一個人喔 這邊會比較危險一點點喔 好 探說吧 希望不要那麼Lag 因為其實當然有很多動作都是因為太Lag了 所以操控的不太好 OK 我們這邊的話 這樣其實倒數十幾秒的時候呢 因為一開始的話 前面20秒是不會出現我們的那個 藥水 這是更新改版之後的東西喔 所以我們可以在 剩下10秒區域封鎖的時候 馬上開一下我們的那個指南針 那就發現藥水在這附近 喔喔喔喔喔 不要啊 不要啊 我的天啊 變換 好 教大家一個神走位啦 好 沒有 沒什麼神走位了 喔喔喔我的天 好 那如果大家遇到剛剛那種情況 就是一開始被抓的話 你就只能聽天由命啦 不過這一次的改版就是讓我們一開始 20秒的時候是碰不到鬼魂的喔 就代表就是 你一開始還是可以先收集到一些東西啦 就是不會被搶太多東西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之前有太多人 就是一開始就直接被殺 然後連東西都沒拿到 然後就直接不玩了 感覺是這樣 所以觀看才做了一點調整喔 OK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新的藥水是出現了 看一下我們在這間房間 好 沒有喔 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到處走走 因為畢竟拿到了希德眼鏡嘛 那我覺得其實拿到希德眼鏡的話 就是要好好運用就是開闖的視野 去拿一些東西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看來都不在散成部分喔 那我覺得他現在還沒有在吃藥水的原因 可能就是 喔 他拿到藥水了 他在下面 那他很多人都是因為 就是像哲平一樣就會等在那邊喔 那等在那邊的話 其實就 比較小心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其實 也不用那麼的一定要去搶到藥水喔 因為你太去搶藥水的話 其實還滿多人會蹲在那邊蹲點的 好 這邊都要開個希德眼鏡 喔喔 那邊還有眼鏡 反正我的理由很... 我的原則很簡單 好不好 有希德眼鏡 我就是拿 那希德眼鏡的話 你可以到最後剩下一秒的時候再打開 或是你有剪到另外一個眼鏡的時候再打開喔 那其實玩這款遊戲的時候 盡量看到有什麼資源就是給他吃一吃喔 因為其實不用太多的留資源去給別人 因為留下來也是你的後患啦 所以就是你有看到一些多的漢堡啊 或是多的什麼東西 哇~~~ 好運x3 而且這次的話 網路還蠻順的喔 哎呀 你... 想吃糖果對不對 先剪掉 然後跟他繞 其實我們戴上希德眼鏡 其實殺人是非常好殺啦 就是有些會有一個死角度喔 就是...他們進這個房間的時候 會有一個死角度 就比較難去打到 那這邊的話只要有希德眼鏡的話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OK 這邊有一個人 我先拿一個放大鏡 好 開找人 好 那像我們現在剩下最後幾秒的話 你就可以去拿一下C的眼鏡啦 或是拿一下指南針 然後找一下下一個位置喔 就是不用那麼急的 一定要先去殺人啦 就是你一定要找到一些 就是能夠保護自己的一些方式喔 好 這邊又拿到C的眼鏡了 唉唷 太好了 那我們變個椅子騙他們好了 這樣子 好 那進來一顆小可愛 直接把這個小可愛打爆 那其實這樣就是一個方法啦 就是你可以變一下就是在那周圍的東西 然後直接騙他們進來拿 這是比較多一些 就是目前來說 玩到現在就是蠻多一些比較厲害的那些 殺手會用的一個方法喔 哇 好 打死 打死之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人喔 開鏡 我猜一下 水桶嗎 不是 那應該是這個吧 好 打對了 好 再不走阿 再不走阿 27秒 應該還可以再殺一個人 沒問題喔 好 繞出來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他們的話 因為像我們沒有吸的眼鏡的話 我們是看不到那個死角的喔 所以基本上他這個做法是正確的 好 沒問題 那我們這邊可以考慮先拿一下指南針 因為你有指南針的話 你就可以去找一下下一個那個 我們的下一個藥水囉 好 先準備 然後先到處繞一繞喔 然後聽天由命一下 希望藥水在你旁邊 好 藥水在這間教室裡面 好 沒有人 蹲一下 蹲一下 因為有些人會拿那個鏡子阿 你知道嗎 會拿那個 呃 指南針 那如果他進來的話呢 我們剛好就可以 來一波反打喔 就是這樣變成那一件東西有的東西 然後躲在藥水的旁邊 那最後10幾秒他們不來拿的話 可能就是不敢過來了 那我們就 就出去 主動出擊吧 好 這邊又來一個人喔 這個吧 好 不搶動了 欸 這血還蠻多的耶 哇塞 好 那其實現在有些人他們也會就是 專賭啦 所以 基本上就是好好的跟他們一起專賭 不然其實你會 被溜掉喔 OK 又來一個滅火器 大家都喜歡 那麼喜歡滅火器阿 最近不是需要很多藍料才對嗎 好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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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下 唉 完了 吃太漢堡就打不死了 好 打不死 打不死的話就再繞一繞喔 好 哇 太好運了 多在我旁邊 看有沒有人要過來 再等一波小可愛們 好 又來了 兩個小可愛喔 好 嘿嘿 好 打 那剛剛他好像是往房間裡面去了對不對 好 這個 打到了 直接拆到了好不好 剛剛那個是用拆的阿 好 指南針再拿一個 然後等我們下一波的光波再看一下 或是 找到了 就只剩他最後一個了 你就是最後一個了 你是最後一個了 好 打 打多打幾下 反正我們有六個寶 可以跟他拼 好 贏了 太好了 呵呵 可是我這次好像沒有拿到太多的藍料欸 42個不知道夠不夠欸 我的天阿 就光殺人都沒有去拿藍料 我今天的目的是要拿藍料 把那一面牆給堵起來欸 我的天阿 哇 不夠不夠不夠 好了 那我們又自己打了一場喔 終於很快的擊殺完之後 拿了76個 不知道夠不夠了 我這樣搶多之後呢 變94個了 應該是夠了喔 那終於應該可以來打開我們最後一面牆啦 也就是我們最後的萬聖節的裝飾品了 應該是 那如果哲平有一些漏掉的一些地方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了 來看一下最後一面萬聖節的牆 OK 那這邊的話就是一個TreeTree的牆 很可愛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完整的收藏完畢了啦 那這邊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就是 你可以就是花一些時間然後去收一些材料 然後把這些裝飾都弄出來 其實畫面還算蠻好看的喔 那這邊的話其實也有一些圖鑑啦 那這些圖鑑的話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多開的角色啊 那這些圖鑑的話就是 他們會有一些萬聖節的裝扮 比如說這個生活罩 這邊會有萬聖節的裝扮喔 那他們會直接出現在交椅廳 有時候會變成就是萬聖節的服裝出來 在交椅廳喔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順利的全部收集完畢啦 那上一次的合作角色是我們的浩哥啦 浩浩 那這一次的活動角色的話是我們的呱吉喔 而且呱吉的話基本上 你只要進來他就送你 因為基本上他是0塊錢的喔 所以其實最近的話會發現還蠻多呱吉的喔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呱吉的話呢 都可以上線來拿一下我們呱吉囉 好的 那你們收集了多少萬聖節的裝飾品呢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囉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開按訂閱喔 那下小鈴鐺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哲平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